那 这个 我先讲这个 第一个 我想说从陆岗到东宁 那个陆岗其实是从彰化的陆岗 东宁是山东的东宁 陆岗是1986年 东宁是2008年 1986年陆岗有些什么事情 就是那个反渡邦设厂 个人还没有出声 那个时候的口号也很有趣 叫 我 我爱渡东 我爱渡邦 就是这样子 因为那个时候这个 那个彰化这个古城 我的起 环境运动起门就在这个地方 那时候已经参加了一个 杜邦运动 后来杜邦 被干掉了 没在彰化干 他是到哪里去干的 其他到了陶原去干 可是经过了将近20年到2022年 2008年 小弟到北京的绿色和平 去工作 第一天就有个同事跟我讲 诶 伟杰听说你们以前 有个反杜邦的事情 他说对啊 我要参与 他说我们那个杜邦 现在要到山东东宁来干 他们叫泰白粉 这个泰 我们叫那样化泰 我是觉得很有趣是怎样 他们的政策 政策是这样子 有环平制度 但是环平报道书不用公开 有的话你还是给警本 结果最后是怎样 是我把 1986年 我们台湾 陆港 杜邦的环平报道书 给了这个 2008年在北京的环保运动 工作者去参考 再去做后群的 议题 所以我其实会觉得 历史也蛮有趣的 这时候20万年 我居然 碰到20万年前 其实从上去遇过的事情 当然是在不同的地方 那这个议题现在还没有结束 里面有很多内部的争议 另外一个是东地市 我讲说从 冰南到 冰南是在我们七谷的 这个 黑面皮路 婴儿堡 而留下的这个 七谷市地 古雷半岛是哪边 古雷马其实在 福建 厦门 各位如果古雷马我不熟悉 原来 就是这个 要在一个地方 叫厦门 概念的场 叫PX厂 各位听过吗 各位也没听过 没关系 这个场很有名 因为在2008年的时候 09-08年的时候 他在2008年的时候 中国近代的一个 很重要的环境运动 是一堆人散步 到街上散步 说不要 从PX厂车在下来 我不知道各位知道 各位有情绪回去 PX Google一下就查得到 这是在中国很重要的 人事运动 那 一样是在盖一个化工厂 但是后来因为这样子 所以整个后来取消 办听证会取消 但是一到一 一到一万 在我们的办法 那这个厂呢 七谷 当时盖滨南工业区的那个厂老板 是谁呢 东地市 陈友好 他后来因为这个案子没有过 但是他在台湾里面 欠税大户 逃到中国去 转身变成现在的 优良缴税大户 他现在在中国 变成一个石化厂的大户 这个厂最大户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也是非常有趣 台湾当年一个因为环境运动 让这个案子没有成立 当然不是因为这个案子没有成立 他才倒闭了 因为他是做房地产做什么 实际上在台湾的一个经济罪犯 逃到中国去 那变成石化大风 台湾没完成的梦 在那边困成 台湾没缴税 欠着税 在那边找的 这个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当然这个领导还有故事 就说这个古雷半岛 这个不讲 这个等一下再讲 这几个还有一些很有意思的东西吗 我觉得要拐大家留下一个 那最后我要讲的是这个反合专家 VS的东西专家 这个是我非常感慨 我当年是电机器 为什么后来就是乌入企图 去参加环境运动 就是因为我在大四的时候 其实在 在 修林的通事课程 他就知道有反合运动 知道反合运动里面有 永和的专家 有反合的专家 对不对 两边都是专家 可是我们到底要相信谁 两边讲的都有道理 那我后来 后来是在 最终我后来 参与了反合运动 在共聊这边 我找到答案 那谁给我答案 其实是共聊这些居民 他们没有被告知 为什么 把电厂要盖在他们那边 他们有丰富的 长云知识 觉得那个地方 根本不适合盖电厂 那个地方有海底火山 那个地方的 漁液之间非常的丰富 那个地方 地震停返 那个地方就是不适合盖电厂 可是台湾要把电厂盖在那边 是他们给了一个答案 就是说 台湾在做破共政策 的决策 不应该是 这个专家 不管是支持和反对人 来做最后定夺 那应该用什么样的制度 什么样的方式 什么样机制来决定 我觉得这是一个 到现在居然还没有 好的答案 好 可是呢 我要特别提了 我讲 我前面就不讲 我讲的就是说 也不講 咱们